哈喽大家好,我是呱呱 在打完巫妖之后 我和波罗两人本打算开始打九头蛇 但是在九头蛇的领地 还是有结界在阻止我们 波罗查阅资料之后发现 只有击败牛头人才可以攻打九头蛇 于是我们这期的目标就是 进攻牛头人boss米诺陶 吃下牛头人沙拉酱肉 牛头人的地下迷宫就在九头蛇领地附近 小伙伴们在附近找一找就可以发现了 走吧呱呱,我们进去吧 好的,我上去这个山头上面看看 波罗你看,从这里也可以下去 好了好了,我们下去吧 波罗你看牛头人 打死他 这么多路口,我们走哪个 我也不清楚,咱们先走着看吧 波罗快过来,你看这里有箱子 我们打开看看有什么宝藏吧 这个开关是什么东西 发生什么 不管了,先来看箱子 有铁树钉,还有纸和剑,还有花 啊,我怎么被炸死了 你是不是碰到什么机关爆炸了 我不知道 啊,那个小开关 我还以为是个开关 我说怎么按了没反应 真是,我们继续走吧 波罗,前面有个牛头拐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剑法 乖乖,你看,这就是通往地下二层的路口 好的,不过这里有刷怪龙和箱子 我先看看有啥好东西 波罗快来帮我 这里牛头人好多 我先去把刷怪龙砍了 哇,这个宝箱里竟然还有TNT 钢业也可以带走 好了,我们赶紧下去吧 好了好了,我这就来 波罗你看 又是一个迷宫地图核心 那个是做迷宫地图的关键 一会儿我们找够足够的纸 就可以做迷宫地图了 就不用这样瞎跑了 好了 我摆好工作台 乖乖你来做地图吧 哇 波罗我着火了 这上面是九头绳的领地 我们赶紧出去 那这条路就不能过去了 我要换个地方挖过去 到了到了 这就是牛头人boss的巢穴 我们上 好了 终于打完了 呱呱 看看宝箱里有什么 我们拿上回家 终于出来了 那么我们本期的牛头人探险 就到此结束了 下期我们进攻九头蛇 暑假来了 我 鹅老板 每期给你的把钱 20元现金红包 关注西瓜视频或头条号 信用鹅老板 留言并转发 即可参与抽奖 来抽一下上期中奖小伙伴 就你了 这位小可爱看到后 请私信我联系方式 给你发红包哟 波罗怎么办 我们好像走不出去了 地图上没有标明出口 波罗 我知道了 我们炸出去 刚刚我在宝箱里拿了好多TNT 好的 瓜瓜 你躲远点 我要点火了 这 哇 难受啊 我们还是乖乖找出口吧